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我们今天来看刚买回来的高牙 这个是一种石壶兰 它叫扫纯石壶兰 扫纯石壶兰是一种很好很好种的石壶兰 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它很大 它很大 之前我有种过 然后那时候没有喷药死掉 之前还有买过那个很大很大喷的 所以有一阵子这个很便宜 就是非常多高牙 有一阵子好像进口出很多的时候 那个一个高牙才几十块钱 非常的便宜 那扫纯石壶呢 它是一种算是在春天开的一种石壶兰 那它主要主要就是它可以长到非常巨大 这种石壶兰是往上涨的 你看它那个金有没有 它金是长这样子有没有 然后它是往上涨 这个我给人家买高牙回来的 它是往上涨的 那它呢 它可以长到多大呢 它可以长到最大可以长到200公分以上 200公分哦 非常非常巨大的一种石壶兰 春天开花 春天开花 其实很好种 这个真的很好种 如果有喷药我觉得应该是 几乎不会烂的一种东西 因为它 我记得它就是非常非常好种的一种品种 那 最近就有看到它的那个个体就买一颗回来玩玩 因为这种价位很便宜 然后很好种 那我还在考虑要用扇板还是板子的方式 因为它长太大了 如果你扇板其实有一点会到时候长大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不方便 那它为什么叫扇纯呢 其实它长起来的时候 它的花开起来会很像一个像那个拖鞋缆那种感觉 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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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的构造 非常可爱 那它主要产在中国到越南那一部分的产地 我记得是这个产地 那非常好种植 喜欢阳光 那 上板或者是盆子都可以 可是盆子就要考虑一下 因为它 长很大 它长很大 其实 其实这个这种兰花就是一种非常巨大的一种 原生兰 那非常喜欢光线 非常好长 也可以长到人家说 我们以前常常笑这种兰花可以长到屋顶上去 因为两公尺 两公尺大概就是一层楼的大小 所以你可以看它可以长多大 那开花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 它的开花是一个连串型的开花 那之前我有拍过照片 不过我要找一下 不知道被我丢到哪里去 那我也有一阵子没有中过这种食忽兰了 那最近刚好有看到就 刚好看到人家在卖高牙 我就收一个高牙回来 那其实非常有趣 那其实你看它这个非常会长 这个都是高牙 侧牙长出来 高牙长出来 所以其实它是一种 非常非常会长的 石忽兰之一 如果要中的话其实非常好中 非常好中 算是一种 简单型的品种 我觉得跟那种天宫十五应该是有的比的 那种感觉是非常的简单 这个扇板怎么上呢 如果我要扇板的话 只要一些 你看它根系已经非常的发达 然后这个都长新根 对不对 你只要拿一些水草把它包起来 然后板子只要绑上去 那等到它这些根系盘上去以后呢 它就会开始长 那基本上就是 我觉得它蛮耐 之前种过它蛮耐干的 它可以直接放在太阳下晒 也可以长得不错 所以其实一种是一种非常非常像 我觉得非常像杂草的一种一种石忽兰 所以很好种 如果有机会的话 大家可以种种看 不过缺点就是大 缺点就是大 它可以长非常非常大 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因为我看过它那种大型个体 真的可以长到屋顶上那种感觉 基本上可以长到一两百公分 没什么问题 所以扫纯就是一种 台湾其实种的人不多 种的人不多的一种兰花 为什么种的人不多 就是它没什么 兰花这个东西 其实有时候很麻烦 就是如果它没有市场 其实很多兰商或兰油 它是不会去种植的 那但是我喜欢收一些奇怪的品种 所以这个我就有收回来玩一下 刚刚好看到就收回来玩一下 好OK 那这个就是一种原生兰 扫纯石忽兰 石忽兰其实就是喜欢阳光 那如果你有给它仔细照顾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种 非常好种 算是基本款之一 只是它长太大了 长太大 OK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